第23题 23题到28题是题主 下列为化学元素周期表 列表大体呈长方形 由于周期表能够准确地预测 各种元素的特性及其之间的关系 因此它在化学及其他科学范畴中 被广泛使用 作为分析化学行为时十分有用的框架 请回答23到28题 第23题是问 右图为周期表中一个元素 请问甲乙丙丁分别代表下列何者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丙是元素的中文名称 而甲是元素的元素符号 那么乙是原子序 而丁叫做原子量 原子量要下学期才会正式的交 所以第23题问我们说 请问甲乙丙丁分别代表下列何者 我们答案选的是B 元素符号 原子序 中文名称 原子量 中文名称 中文名称